我強調我們天下為公的計劃 一直對梁振英提出的質疑 都是基於事實和合理的質疑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收回我們的言論 我們的律師也都是草耳緊 就梁振英早前十七頁子的律師信的回應 在日內我們會回答梁振英和公佈相關的信件 另一方面我們也密切和英國和澳洲兩方面的法律團隊 現在嘗試接觸看看有沒有適合的當地專業人士 協助我們在兩地追究梁振英UGL案件 我們希望有進一步消息盡快和大家公佈 補充一句我相信我和林卓廷和梁振英做不友的興趣很低 他已經來來回回出警方信說我們誹謗他 但是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指涉 我們說的也是公眾領域得到的資訊 我們的質疑或者疑問都是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當然他作為一個前特首全國政協副主席 就是堂堂一個有身份的人 如果他認為我們講的資料不正確 我們之前的信已經問了他 你是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疑問點的 包括他口中所講的批准 是不是有關文件 如果有就拿出來 他只是回答他沒有責任這樣做 既然是這樣就不要在這裏打口水淺了 他想解決這件事就拿出來 拿出來我們就多了資訊 多了資訊公眾某個判斷 判斷出來的結論就可以再準確一點 我就覺得他這樣就在這裏 有一點點不得體 尤其是以他作為一個前特首 一個堂堂全國政協副主席 是有一點失禮的 我想就補充多一點 梁振英不斷是指稱我們天下圍攻計劃的質疑 是失實 誹謗 我想強調他其中過往一直說 說戴德良行被UGL收購的時間 其實他已經辭任了董事 所以就沒有利益衝突 這一點在我們第一封的法律意見 已經是嚴遲駁斥了 因為我們發現了 UGL的新聞稿當中是清楚寫出 在協議達成之前的三個禮拜 梁振英已經收到四百萬英鎊的 協議書的建議文本 所以當時他肯定 仍然是戴德良行的董事 他一直在說自己 在收購當日已經辭任董事 這個我們覺得是有極強的誤導性 也都不是可以解說得到 他所謂武力衝突這個說法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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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wolf-hunting campaign is still ongoing we are closely liaising with the legal professionals in the UK and Australia we hope that we can find our partners in overseas to pursue the case as soon as possible I believe it's been 都是很粗暴 亦都是雙重標準 在向全港市民表演什麼叫鬼影變幻球 整朝都是這樣 委員會的成員發問有規程問題 根據議事規則是先行的 他不讓人問 他亦都不按主席守則去執行他的職務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反而建制派的同事 不是委員會成員進來的廖長江舉手 立刻就能問 這個是很過分的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議員同事不滿抗議是正常的 但是他濫用趕議員走了權利 立刻說 喂 因為你在這裡叫囂 或者你在這裡抗議他是不公道 我們趕你走 趕了三位同事走 我們才有同事 去到第一 被趕走的同事 是不會接受這個安排 因為這個是主席濫權 是錯的 第二 其他同事 亦都希望呢 是保護他們 保障他們作為議員的問責 問政權 這個我覺得 希望 大家除了 就是執著一個條文 就是說 誰阻礙誰行公司之外 亦都要明白 但是立法會議員都是有公職處理的 我們在議會裏面 亦都是有特權的 在主席 不合理行使他的主席權力的時候 其實這個本身 哪個對哪個錯呢 都是 還有待公眾去公論 所以我就覺得主席太快出來 跟車太貼了 即是第一時間已經覺得主席適合了 其實我自己的立場就覺得 今次主席呢 是一塌糊塗 我想 nuestra答案 我認為 郭忠祥議員 法定人數不足